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对峙,不只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,也延伸到了黑海。 目书注意到一则消息,说明当地局势比较紧张。 11月25日,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在黑海挑衅,因此用武力迫使乌克兰海军战舰停止前进。 同时,俄方还将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扣押。 乌克兰人则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沿海朝乌克兰两艘军舰开火,造成数名乌克兰军人受伤。 该国陈,俄罗斯军队被把扣押了乌克兰三艘舰船。 西方媒体称,这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,双方四年来,在黑海附近发生的最严重的军事冲突。 据悉,事件发生时,乌克兰一所托轮伴随两艘军舰离开黑海到德萨军港,然后船越克至海峡,前往亚苏海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。 乌克兰称,一艘俄罗斯海岸警卫队的船冲撞和损坏了托轮,又朝两艘军舰射击。 俄罗斯海岸警卫队队员登上至三艘舰船,并将其扣押。 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,俄罗斯用一艘游轮堵住客赤海峡的入口,而客赤海峡应该是两国共享。 俄罗斯说,乌克兰舰船侵犯了俄罗斯水域,俄罗斯取责乌克兰未能提前通知有三艘舰船计划穿越客赤海峡。 乌克兰对此加以否认,释发后乌克兰总统波罗宣科展开了内阁紧急会议,考虑是否宣布战时戒严,有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大使馆前抗议示威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实施战时状态不意味着基辅方面在采取进攻行动,也并不意味着利己动员。 针对这个问题,各方各说,穆书认为乌克兰或许有制造挑衅的嫌疑, 但是力量强大的莫斯科方面,当然更有在海上压制乌克兰人的意愿和能力。 那么,如果双方爆发军事冲突,乌克兰能如何? 还能用武力夺回克里米亚?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,有以下几个理由。 第一,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据的一个原因是,当地大部分是俄罗斯人,如果乌克兰强硬派身收复, 这些俄罗斯人会主动向着俄罗斯打乌克兰军队的。 俄罗斯不是傻子,如果当地都是乌克兰族的话,俄罗斯也不会这么唐突的在短时间内,就把克里米亚纳入法图。 正是因为当地90%都是俄罗斯族,俄罗斯人才有胆要这么做,而且使用的就是民族自觉的惯用伎俩,公投。 结果当然没疑问,这么多俄罗斯族肯定愿意回归俄罗斯,于是普京坚属总统令,以最快的速度克里米亚就被并入了俄罗斯版图。 从国际法来讲,其实程序是符合逻辑的,乌克兰要对此问题挑衅俄罗斯话,这么多俄罗斯族人能干吗? 俄罗斯军队还没来,乌克兰军队就要陷入克里米亚俄罗斯人的人民战争大海中。 第二,克里米亚已经是被俄罗斯宪法,纳入了一个地区了,一旦有事,俄军会保卫领土,乌克兰的能力,能对付俄罗斯军队吗? 这点其实不用多解释,当地都是俄罗斯的驻军,而且还有俄罗斯的军港,无论现实军力的配备还是俄罗斯的支援力量,都要比乌克兰强大得多,乌克兰如果该动用武力,来收回克里米亚,无意于上门送死。 所以该国在黑海挑衅俄罗斯的说法,其实难以站住脚,乌克兰更不可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轻举妄动。 第三,西方不会帮着乌克兰主动挑衅俄罗斯,因此乌克兰会比较惨,很多网友认为乌克兰一动,北约和欧盟也会跟着动。 其实乌克兰现在还不是北约成员国,在法律上北约没有义务来帮乌克兰打仗,欧盟各国也不会贸然出兵帮助乌克兰。 因为这是乌克兰先贸然挑起的战事,从道理上欧盟出兵,会承担一些不可预计的后果,欧盟国家内部,也会有分析制约政府的行动。 美国会出兵吗?当然不会,特朗普此前曾私下在第七抱怨奥巴马搞砸了克里米亚问题,甚至说出不在乎克里米亚归俄罗斯。 当然,美国官方从未承认这句话,不过,特朗普对乌克兰不大感兴趣,或许是真的。 第四,乌克兰能维持目前版图部分裂就不错了,主动挑衅俄罗斯干嘛,还想主动收复赫里米亚,乌克兰这个国家也是挺不容易,历史上东部和西部就一直分裂,西部长期被波兰占据,东部当然长期受俄罗斯影响。 波兰的部分更倾向于欧洲,而俄罗斯政治的部分,自然是为俄罗斯的利益说话。 一战后,乌克兰才独立东西部被人为的捏在了一起组成一个国家并入了苏联,但是因为乌克兰地位和战略意义很重大,苏联对乌克兰很给面子,在联合国成立时,专门以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身份,为乌克兰争取到一个席位,成了创始会员。 另一个是白俄罗斯,因此苏联当年在联合国有三票,由此可见苏联对乌克兰还是不薄的。 目前,乌克兰依然是东西部对立的状态,西部前欧,东部亲俄。 这个国家能不再分裂,就该谢天谢地了。 所以乌克兰中央政府是没有能力,也不敢主动去挑衅俄罗斯的,这只会加速东边部分,能力性率增强。 那么普京和俄罗斯一方故意挑衅乌克兰,这个可能性比较大,但是也不排除双方认知差异的擦强反复行为,对这起危机的发展。 当然还需要继续观察,你如何看待这起危机事件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